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副總統丹建仁。 武漢危險疫情發生以來,政府無分中央和地方都為到疫情的控制打招。 我們要感謝全國所有的醫護人員,為臺灣研修奉順, 全力做好工作,讓大家安心。 我們也要感謝接受決議和減業的民眾,為到疫情的管理和控制, 配合政府的規定,移生在時間的行動自由, 為臺灣的疫情,提供最關鍵的方針。 無關是工業、醫護人員、或是一般民眾, 都是協助臺灣對抗武漢危險的影響。 我們大家要保障免勞、保障加油、團結一心, 為收穫臺灣來作非打拼。 觀眾朋友,今天有一些訊息要報告,有一些疫情要好好的討論, 包括說今天臺灣在新增一名確診的癌症, 這是從英國回來的,昨天我們談到有一名是從荷蘭回來的, 今天有一個是從英國回來的,換句話說, 邊境的控管挑戰是越來越嚴峻, 這是一個,昨天晚上深夜呢,兩臺, 一臺包括華航,一臺包括東航呢, 再從武漢包機回來臺灣, 不過真的是一波三折, 真的是不太順利,不過最後呢, 當然最後還是能夠圓滿回到臺灣來, 再來是說呢, 第四十六例, 也就是家庭跟院內群聚感染呢, 現在有一些爭議, 究竟是媽媽傳給兒子, 還是姐姐傳給弟弟, 究竟是在醫院內的感染, 還是在家庭內的感染呢? 這部分可能需要再做釐清,做討論, 因為這可能會牽涉到所謂的病毒傳染的途徑, 然後呢,口罩明天正式可以在網路上買, 這是國內的一些消息, 國際的消息呢, 一直是很慘烈的, 包括呢, 美國現在確診的案例已經破千了, 義大利的確診案例已經破萬了, 包括英國、德國呢, 現在疫情是越來越嚴峻, 日本跟韓國待會我們會談, 不過呢, 有一件可能是待會會好好談一下, 中國的疫情是不是真的已經完全控制, 這可能各方見解是很不一樣的情形,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什麼呢? 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也是這兩個月一直困惑我的一個題目是, 為什麼, 不管叫做新型的冠狀病毒也好, 不管叫做武漢肺炎也好, 這一支病毒在中國, 在義大利導致非常嚴重的死亡率, 可是在其他國家並沒有, 這支病毒呢, 對年輕人沒有造成非常大的致死的風險跟危機, 但對老人家有, 到底是什麼因素? 為什麼在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國家, 同樣一支病毒呢, 它的傳播力跟致死率差異會這麼大? 今天呢, 我們會好好來談一下, 究竟新冠病毒的致死關鍵是什麼東西?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衛生署的副組長李隆騰, 李院長你好, 信聰好,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是, 其實每次都真的是受益良多, 他應該不是醫生啊, 應該就叫他教授了, 我們來歡迎是臺北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胸腔內科的主任周百千, 周醫師你好, 主任好, 資深的媒體人洪舒青, 信聰好,大家好, 先來看看臺灣的最新情形, 再新增一名案例, 國內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再添一例, 是北部三十多歲女性, 她在二月二十八號到三月八號期間, 獨自前往英國旅遊及探訪友人, 返國後出現症狀, 就醫確診, 而這也是首例英國境外移入個案, 那因為氣味發燒的, 跟一些感冒, 咳嗽的一些症狀, 所以三月十號到醫院就醫, 那經過通報檢驗, 那今日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 指依個案發病前活動時研判, 在境外感染可能性較高, 個案同住家人目前沒有疑似症狀, 將持續追蹤個案同住親友、 同級旅客以及就醫接觸者的健康情形, 由於近來歐洲疫情急劇升溫, 為了加強防疫警戒, 因此指揮中心宣布, 即日起將深耕區域國家, 包括希臘、捷克、葡萄牙、芬蘭、 斯洛維尼亞、波蘭愛沙尼亞、 匈牙利、盧森堡、馬爾他、 斯洛伐克、拉脫維亞、立陶宛、 列支敦斯登以及與深耕區自由流動的 英國愛爾蘭等十六國的旅遊疫情警示 調升到第一級注意 另外也將冰島、瑞士、 挪威、瑞典、比利時、荷蘭、丹麥及奧地利等八國旅遊疫情 提升到第二級警示, 中東地區的巴林和科威特 也一併提升到第二級警示, 提醒國人前往當地 應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入境臺灣時也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十四天 記者 不過因為旅遊警示的國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當然最主要在亞洲 那現在整個歐洲 其實在美洲也有相關的案例 因此呢這種簡單的 能不出國大家就忍一下 最好這一陣子都不要出國 因為我們出去人家也不一定歡迎我們 不過我們來看看今天新政這個案例 現在已經累積到四十八例 其中二十六例是本土 二十二例是境外移入 換句話說本土已經超過那個境外了 一個人死亡十七個已經解除 隔離其他病況都還算穩定 新增的案例呢是在 北部的三十多歲的女性 請注意年齡是一個關鍵 三十多歲確診了 他在二二八到三月八號時候 自己去英國旅遊 三月九號呢因為頭暈頭痛 有症狀了然後三月十號有 有稍微發燒咳嗽的症狀 到醫院就醫那在今天確診 研判呢應該是境外感染可能性 比較高不過現在在持續追蹤 他在英國的朋友同一班飛機的人 以及就醫接觸的等等 我請教學院長 我們早說到荷蘭 今天說到英國 全世界你都得防 全世界也都在防你 現在的境外的邊境控管 已經沒辦法 你針對哪個國家了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昨天啦 到昨天為止應該有 全世界一百九十五個國家 裡面大概有一百一十個國家 都已經有案例了 那你知道是全球性的 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說 我要防 就像美國也是一樣嘛 五十幾個州 現在已經四十幾個州 都有了 所以你到底要防哪一個州 所以很 我是覺得 現在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回來 應該有力都要先做這樣的自我 檢疫十四天看看 只要從國外回來的 應該都要 自我檢疫了 應該你不知道他這個國家 到底是有沒有被感染 像那個澳洲的那個音樂家一樣 道理 他也是去英國 然後再回來過境曼谷 再進來臺灣的嘛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他應該是在英國就被感染了 不過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自己太樂觀了 因為現在情形看起來說 偶爾也許兩三天 那麼我們會冒出一個 從境外輸入的這個個案 但是我們很快就抓到 抓到之後呢 我們就是檢疫製作隔離 然後就沒有再失控 等一下我們會再談那個案三十九 這個案子 除了那個以外呢 我們顯然單一的確診個案 我們很快可以掌握 很快可以控制下來 就沒有再發散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防疫 並沒有出現很大的漏洞或危機 對吧 對 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當然我們講說 不要說一次陰性 你就認為是陰性 最後是連續三次都陰性 我們才敢說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才敢說應該是陰性 我們現在開始 其實很多人都要掛護照 我們現在整個公共衛生的習慣 跟觀念也進步很多很多 包括說我們整個疫情指揮體系 現在是有條不問的 我們會有那個風險 導致不管是像義大利也好 或者是像之前的韓國也好 或者像現在的美國也好的 那個疫情的危機出現嗎 應該不至於 因為我們國內大概從第一時間 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要怎麼去防堵外面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還是比較其他國家來說 應該是蠻嚴謹的防堵了 那進來之後呢 包括我們國民一直想強調的是洗手 一定要洗手 勤洗手 那你看每個單位進來都一定要噴一下 所以你才讓他進來 這個道理 一樣道理 你這樣噴 他回家去也是一定會洗手 是 不管做什麼事都會洗手 所以洗手 大概都已經知道怎麼做 再來是 其實不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很多人都是已經戴習慣了 你叫他摘下來他也不想摘 他戴也沒關係啦 對啦 算了 戴就那邊戴啦 像我在 大天之後做捷運 我也從來不戴的 你只要不跟人家面對面的話 大概被碰到的機會 就很少 很少了嘛 就勤使手最重要 這兩個條件 大家都已經知道都會做了 然後只要有看到一個儀式 馬上就給他找出來 甚至於他最近跟誰在一起 通通給他追蹤到 那我們就包括進來的人 你是從哪裡回來的 我們插卡經濟就知道 你從哪裡回來 你想要騙都來不及騙了 像這樣子 這個在其他國家都做不到 我們都做到了 所以我相信以最近的這樣防疫 做法應該不至於會造 產生什麼 他們在一直在怕 擔心有一天會 社區感染那些 我是不太相信 換句話說 依照現在的整個防疫政策 依照現在指揮體系 依照現在我們走的方向 我們只要做得更確實 對 我們應當不至於發生 那種非常大規模 失控的所謂的疫情的發生 對 那換句話說呢 包括勤洗手 包括適當時機戴口罩 包括人跟人之間的這些距離 包括我們的邊境控管 對 包括如果你要檢疫隔離的這些人 拜託你就不要再打一打走 對 今天還有一個人 給我們發一百萬 對 如果大家這樣做好 問題不大 那這個會不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請教一下周醫師之前是武漢包機 昨天晚上兩班飛機從武漢回來臺灣 那說一波三折的關鍵是說呢 沒有要報到啊 有些人不來報到 報到要檢疫呢 有些人不檢疫 說你下來報到 你怎麼不來檢疫啦 因為他擔心說 萬一我檢疫了 我發燒了 我不是回來臺灣隔離 我是要送到武漢當地的醫院 我這麼賣的 那我乾脆乾脆 現在自己關在武漢就好了 有人不報到 有人報到的不檢疫 上了飛機之後 昨天我們昨天在節目進行當中說 本來飛機艙門關了 要飛了 突然間又不飛 又打開了 為什麼 有人發燒了 中間呢 到底要不要穿隔離衣呢 臺灣跟大陸方面呢 又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呢 下來之後呢 其實在今天呢 部分地方呢 也有反應說 你如果都沒有跟我溝通啊 你就人都要送來我這裡 又要做隔離啊 我們來看看 臺灣現在 其實我們昨天有談到一個很大的公司說 其實我們量力而為做得很好 我們是有能力接受這三百多個 在現在的能量的 大家不用太多恐慌 我們來看看武漢包機回臺的景色 第二批滯留武漢的三百六十一位台籍旅客 分別搭乘華航及中國東方航空返台 所有旅客下機後 經醫師評估均無需後送 由交通車載送到三個集中檢疫場所 進行十四天的隔離檢疫 由於外傳這次包機返台過程一波三折 除了名單中有十一人沒有到機場報到 有十八人不願配合檢疫 機上還有一人疑似因體溫過高 臨時下機等狀況發生 中方去review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紅外線的這個體溫感測椅之後 發現有一位 那他有這個37.1度的情況 所以他就希望我們開艙門 把他這個叫下來再去做復檢 結果復檢沒有通過 為什麼有人拒絕檢疫 將心比心嘛 他們就有一些人擔心 或是有一些些瀉位的症狀 他怕在機場裡面被攔下來沒關係 那被送到醫院裡面去 可能就是他們是最擔憂的一部分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主要是兩岸對於防疫標準 認知不同 溝通上出現困難 指揮中心表示 這次包機旅客當中 十八歲以下兒童約占兩成 有搶跑中的嬰兒 也有孕婦 另外有醫療需求 年紀最大的是九十一歲長者 陳時中表示 這次負責執行任務的工作人員 有三百五十六位 檢疫所有一百二十八位 大家都非常辛苦地完成任務 至於包機名單為何不接受候補 陳時中表示 事先能掌握名單很重要 不論是事前隔離檢疫和身體狀況 到最後抵臺的檢疫所安排 我方都希望能夠掌握 所以才沒有同意 而陸佩則是因為身份問題 沒有放在名單中 此外他也強調 這次華航包機的家庭小孩比較多 檢疫所會安排小孩與父母一同隔離 住在兩人房或三人房 其餘則採一人一室 活動範圍只限檢疫房間內 不能外出 與附近居民不會有接觸 請民眾放心 記者賴說明張子佳報導 不過周醫師我們來看看 昨天的情形 包括華航載了一百六十九個人 東方航空載了一百九十二個人 昨天深夜回來臺灣 那我們提了一百二十一個人 有部分是不在裡面的 有人沒來報導 有人報導了之後 拒絕檢疫 那後來體溫過高 然後所以呢 再重新開艙門 所以有一些一波三折的問題 那這次比較好的是說 我們包括檢疫人員 我們醫護人員是先過去隨機回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關鍵的一個模式 那旅客下機之後 醫師評估都不需要後送 所以送到三個集中檢疫所 一個人一間房間十四天 要來隔離檢疫 陳時中說呢 雙方認知不同 溝通困難很多 那沒有報導或拒絕檢疫 將心比心 因為他們擔心說 會被送到武漢的醫院 事前掌握名單最重要 所以你如果說有缺額有空位 你要後補 臺灣可能會很擔心 上次的經驗再度發生 我請教一下周醫師 這套模式可行嗎 會對臺灣的醫護造成一些壓力嗎 我想檢疫是一個全民運動 我們由於臺灣是一個 有限資源的一個地方 不太可能無限制的 把高風險的病患 因為這些病患 其實在上機之前 都經過適當的一個檢疫 他這個核酸的部分 都經過確認 所以現在的小小問題 只是說採檢的人 有沒有盡心去取得檢體 以及他的核酸採檢 這個部分 有沒有臺灣的人員在場 如果這個部分都確定 能夠符合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的話 我相信這些可以上機的人 基本上而言 理論上在前一天 是不應該會在上呼吸道 有病毒存在 那為什麼這種檢疫 就武漢來講是合理的 所以武漢已經封城這麼多天了 如果說封城這麼多天 理論上來講 潛伏期早就都過了 所以這時候的核酸採檢 養性是可行的 所以這種核酸採檢 陰性是絕對應該要有的 不然的話回到臺灣是沒辦法 放在我們的一個集中檢疫所 所以我們支持這個事先採檢 目的是要保護那些坐飛機 其他人 不是說飛機要飛之前才採檢 是在當地武漢先採檢好 陰性再過來 這部分由於採檢的一個時間 不太可能在上機前才立刻完成 所以這部分可能CDC 這部分還在說明 是採檢是誰來採檢 因為上飛機的是醫生跟護士 這些操作人員要有P2實驗室以上 P3實驗室 我不太認為他們在機場可以做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首先就要來看 我們採取的是核酸採檢 還是取一些病毒的特殊蛋白的一些採檢 這個時效不一樣 像最近中醫院的15分鐘 他不是做核酸 他做的是特殊蛋白 可能他還沒經過臨床驗證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核酸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再說明 在哪邊採檢 核人採檢 以及採取的標準 那個所謂的一個 預值是設在哪邊 那第二部分就是隔離衣 我們看到這些病患的一個隔離衣 基本上而言 他是穿好像頭是露出來 他頭髮是露出來的 脖子露出來的 所以這時候穿隔離衣 對於實際以飛沫傳染的一個病毒的一個模式 幫忙多少 這部分我想台灣應該做了最好的安排 這是隔離衣跟我們想像中隔離衣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醫護人隔離衣是從頭蓋到腳 然後這些病 這些飛機的旅客出來的時候 手上有些也沒有手套 所以這好像做了一半 因為手套的部分 因為我們不可能 飛機上一直洗手 所以這個部分 手套跟鋪露面 隔離衣沒有保護到 一到不到 這另外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大概就是檢疫所 要設在哪裡 跟當地的民眾怎麼來溝通 那我想看起來 檢疫所這些集中的一個管理 大部分人都已經檢疫陰性了 所以理論上那個地方 應該還算安全 是的 因為武漢畢竟已經隔離已經封城那麼久了 是不太可能 最近又一個新的一個代言事件 所以我個人認為 各地的檢疫所 其實應該平常心對待 因為畢竟這個是大家所面對的 一個共同問題 那周醫師我請教 就是說 我記得很清楚 一月二十三號武漢封城 換句話說已經快兩個月了 我想問的是說 病毒如果我們就最原始的武漢地區 他在經過兩個月之後 他應該是會越來越弱 還是會越來越強 那其實 因為其實當時的封城 就變成一種人道主義的一個概念 因為人道主義就是說 我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救 可是武漢封城 他不是所有人都救 而是很多人不明不白的 就走掉了 所以這個自然的選擇現象 所以這種自然選擇現象 也就造成武漢所存在的病毒的一個特性 有可能就被封鎖在武漢當地 那其他地區的一個病毒 可能來自於初期的武漢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最近就是L亞型 跟S亞型的一個爭辯 L亞型的爭辯 雖然在武漢為主被驗出來 可是基本上 他們自己在文章之後也提到 L型的一個存在 由於所謂的一個治療的選擇壓力 以及當地的一個封城 其實在其他地方 看到的沒那麼多 不過我們也相信 搞不好有其他的特殊亞型 但是L亞型來講 當時的封城其實蠻徹底的 即使短暫有人逃出去 可是在其他城市 也就相繼封城的情況下 L型是不是還具備 當時的一個高致病性 這部分我覺得可能要再看 其他的一些病毒的檢驗 才能夠知道 我再問具體一點 就是用以前的病毒 因為這一次需要更多的驗證 用以前病毒傳播的經驗是 第一時間的病毒應該是最強 傳播力跟致死率都最高 這部分可能要再值得上去 因為L型跟S型 S型是原始的 來自於蝙蝠的 他並沒有特別強 我們今天特別講 L型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武漢的部分 佔絕大多數 像臺灣又有LLS 所以用L型 是不是最初的新冠病毒最強 不曉得 因為其實病毒會不斷地在進化 他在 因為RNA病毒 他不斷地會去複製 複製中產生突變 突變的目的就是要更適應人體 所以要說是出席的病毒最強 我倒覺得除非有明確的一個 臨床上的一個認證 不然的話就我們來看的話 武漢很多是傳到日本去嘛 但日本的死亡率其實 你也不覺得多到 讓你非常的驚訝 但義大利又很高 義大利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來秀一個 網友熱心去整理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義大利是一個 特別的一個地方 這張圖我不敢說對或錯 但我相信代表大部分新聞的認知 義大利據說是來自於武漢 但是也不要忘記義大利有部分的病毒 來自於溫州 因為在米蘭這個部分 有許多的溫州商人 所以他並不出來的 來自於武漢的這個部分 所以看這種圖 我們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一帶一路 甚至是飛機傳播 會影響到病毒的一個來源 我們現在只是看到L亞型 跟S亞型 但是歐洲的部分 其實也有人更做進一步的 一些病毒的亞型 他從H1分到H35 也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病毒分型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一個嚴重度侵犯性 以及造成的系統性影響 其實是個體因素 義大利為什麼會冰敗如山倒 其實他犯了跟武漢初期 一模一樣的一個錯誤 大家沒有戴口罩 沒有進行有效的一些阻絕 所以他是一個醫療系統 癱瘓的一個最佳寫照 相對於義大利 其他的一些周邊國家 只要能夠適度的去分散病患 而不是讓病患集中在一個大區 武漢的問題就是說 大陸大部分的病人都集中在武漢 所以武漢那麼多的醫療院所 再怎麼多 都不可能應付蜂擁而至的病患 義大利也是 義大利的米蘭這個部分 也是因為他大量的病患湧入 而造成他的一個病人的這個部分 超出醫療負擔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只是注意到死亡率增加 可是並沒有明確證據去說明 這個病毒 他的一個致病性 比起大陸嚴重很多 我個人還是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義大利傳出去 還有其他歐洲國家 那些歐洲國家死亡率 由於他們的醫護人員 他的一個能量都還存在 所以事實上來講 好像大部分的病人都還ok 換句話說 我們第一個 沒有辦法去推論說 病毒在經過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弱 致死率就變得比較低 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證據這樣說 第二個 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說 病毒傳到義大利 傳到日本傳到臺灣 他的致死率跟危險度 是有根本性的差異 主要還是在於各國的防疫政策 所謂的公共衛生的習慣 跟觀念等等的這些差異 導致不同的疫情結果 我們很難說病毒 有很強的病毒到義大利 比較弱的病毒來臺灣 大概沒有證據這樣子推論 沒有辦法這樣推論 因為臺灣其實有各個國家來的 可是就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在交易病房跟狀況比較不好 也只有三個人左右而已 所以我看起來臺灣的一個部分 用來說明病毒的一個分型 我們認為就是說 醫療環境 如果能夠維持一個很好的自治性療法 是 讓病患不會因為脫水電解質 或一些敗血症的風險的話 大部分都還是可以全身而退 瞭解 那蘇青我請教你 就是剛剛我們等一下會再談談 那個病毒的傳播的這個原理的部分 但我想問的是說武漢包機 我們當然知道說兩個國家要進行這樣的合作 需要很多的磨合 可是在第一次經驗很不愉快 昨天應該稍微好一點 但看起來昨天還是有一些狀況出來 為什麼 應該是說 溝通的是上面的人 可是每一個上飛機的人 都還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每個人來到這裡 他可能有不一樣的心態 比如說 我覺得比較值得玩味的是說 這個十八個人 拒絕檢疫的這十八個人 就是說 他們應該不是只住在機場旁邊 他們也是奔波了 到了這邊機場來集合 準備上飛機 那突然間拒絕檢疫這個心態 真的讓人家很不解 當然剛才陳時中部長有提到說 有可能他們擔心 如果我檢疫出來 我有問題的話 我可能要留在當地醫院 對這件事情 就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隔著一個海 我們在看武漢的疫情 我們推測說 經過四十八天的封城 然後習近平也去打卡了 是 那他應該是一個相對的 安全區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在當地的臺商 或當地的這些居住的 這些臺灣人 他們反而對自己的身體 沒有信心 也對當地的醫院沒有信心 擔心自己 如果一旦被檢查的時候 可能是有問題的 而且擔心說 如果檢查有問題 必須留在當地的醫院 所以我反而覺得 這個部分是不是顯示說 他們在當地的人 也不認為武漢現在是一個 完全的安全區 就是在四十八天隔離之後 封城之後 是不是現在做的樣子 是有計畫的降溫 他希望復工 希望告訴大家說 現在我們很安全了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很值得 大家再去注意 方艙不是都修艙了 就是沒有需要 就是都都停了吧 所以換句話說 整個疫情都控制住了 不是嗎 他方艙有修艙 然後修艙 也把其中一些轉到醫院去 然後這樣的情況之下 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一波究竟是說 因為重症也差不多都收治完了 那輕症反正他隔離 也差不多做一個時間點 但是問題是你可以看到復工的情況 比如說他們希望大家全面復工 他也希望一些大型的企業逼迫他復工 那些企業也賣力的在復工 可是他發現很奇妙喔 他們上面的人要他復工 可是有一些他的工人一樣出不來 因為小區還沒有讓他們人移動 是 所以這一次你不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上面的人都覺得 我們都已經處理好了 疫情已經平穩了 大家開始工作囉 反而是他的手腳不願意出來 因為手腳照到底是最瞭解 他們現在是什麼狀態的啊 因為我就在當他當地啊 為什麼小區不會讓工人出來 不會還是在做一些移動管制 所以他現在真實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反而到現在 比之前更看不清楚 瞭解瞭解 不過院長我要請教 如果我們用海嘯來去形容 包括在武漢 包括在中國的疫情的話 海嘯一來可能離海灘比較近的 游泳能力比較差的 或者是說那個 你可能運氣比較不好的 第一波可能都罹難的 但你如果狀況好的 離海灘比較遠的 或者是說你用技術比較好的 你活下來就活下來 我想問的是說 經歷過兩三個月的 應該從過年前就有了 一直到現在 兩三個月過去了 可能已經不幸過世了很多人 但如果是重症的 治癒了就治癒了 輕症的經歷兩個月之後 他自己的免疫系統 也把病毒殺光光了 所以海嘯就過了不是嗎 看起來有點像這樣的道理 但是也不見得完全是 到底他們多少人已經被感染了 不知道了 還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是不是經過他這樣的風 是真的風 還是像義大利那樣的風 那義大利的風是假的風 裡面人還可以跑來跑去的 那如果是完全的風 全部都躲在家裡面 都不出來 那很有可能一個都會 就沒了 就沒了 那如果說 像上一次一樣說 突然間來個四個鐘頭 跑出去了 那時候故意開放四個鐘頭 然後又關起來 那種故意讓他放出去 那這樣 我這樣放 我這樣放 我相信永遠都沒有沒了 不見得說 一兩個月就把他控制住 因為 因為說他們有這樣的信心說 我只要控制一個半月 應該這個疫情就沒了 所以中南三院士才會在 那個時候講說 我們應該在二月底 三月初 就會出現拐點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這樣做是沒有錯 萬一如果不是呢 那可能要再往後推了 往後再拉時間了 所以現在還是不曉得 他到底裡面是做了哪些動作 是 不過像昨天說 有一個城市 本來說解放了 叫大家不要再封 封城了 結果剛宣布沒多久 又再重新再封回去 所以到底他們是在玩 真還是玩假的 是在捕沙沙 全世界都物理看話 真的看不懂 不過想要請教周醫師跟院長 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自己在這第四十六案 我們其實這幾 這一陣子一直在談這個情形 第三十四案 導致八個人確診 那是不是第三十四案傳染的 這個其實也很難證實 不過總之呢 這個院內感染是臺灣現在最嚴重的 這一宗 包括三個護理人員 一個清潔人員 兩個同病房不同病室的那個人 然後包括他自己的女兒 也包括他的兒子 我再請教 我不知道這樣子追 是不是太鑽牛角尖 這個時候 我們有真的那麼強的迫切性 要去釐清 究竟這四十六案 是院內感染 是媽媽傳染給兒子 還是是家庭群聚感染 是姐姐傳染給弟弟 我請教院長 有必要在這時候釐清嗎 在防疫工作上 這個是有需要嗎 如果要我講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一個是已經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你怎麼去追 來源是誰 不容易 我主要是說 如果是在外面 在社區 在家裡面 你被人在感染 然後你在看這個醫院的時候 再傳染給第二個人 包括清潔工 或者是護理人員 是 你怎麼去追出來說 這個到底誰傳給誰 已經是沒有什麼意義了 除非是學術上 但是在現階段 在工作上 實際做沒有必要 不需要再花更多的資源 在這邊 我完全同意院長所提的 因為三十四案 已經錯綜複雜了 我們根本沒辦法去離 其實醫院還是家庭群聚 我們連三十四案是怎麼被傳染的 都搞不懂 但是我們這裡面看到三四案 他是目前狀況最不好的 所以他其實 為什麼會造成他的病毒量最高 其實這是我們去深視的第一個 臨床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四十六案 兩採陰性之後 他隔了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重新咳嗽症狀 三月十號又再採 所以到底我們的第三採 是連續每兩天採一次好呢 還是說一有症狀再採一次 所以這變成沒完沒了的一個採檢 我們問的應該是再去說 我怎麼樣讓病患 在二採陰性的情況下 盡一切辦法 讓他可能所有的一些少許病毒量 不要增生 不要繁殖 所以其實四六案 我們身為醫療人員 要去檢討就是說 他都已經二採陰性了 我竟然讓他在保護下 還會出現病毒量逐漸增加的一個風險 那這部分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應該是我們醫療人員 要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已經造成 我們的檢疫上的一大困擾 他的二採陰是在三月初 他隔了九天之後才確診 也就變成說 我是不是所有的病人 九天之後一有症狀都要再採檢 那我們採了這麼多幾千個病患 有多少個有可能會在第三次採檢 會陽性 這反而是我們CDC 要去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我再請教周醫師 如果我們來專程看這個第四十六案 就是這個三十四案的兒子 四十一案的弟弟 我們就不談那個傳染途徑 純粹來看 他是在二月十四號二月二十四號陪病 然後呢是經過三四個禮拜之後才確診 三四個禮拜 如果是這樣接觸的話 是三個禮拜四個禮拜之後才確診 那在二月二十八號 因為他跟他的母親 有非常近的接觸 所以二二八呢 就已經隔離檢疫了 但是呢 兩度採驗都是陰性 這時候他第一個沒有病症 第二個沒有病毒 沒有病毒反應 那可是之後又有咳嗽 所以他是能夠理解是 這是屬於正常的潛伏期 還是說他是一個很奇怪的特殊的病毒 導致大家無法捉摸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重新來講 因為案四十一跟案四十六 都是年輕人 是 年輕人我們不太認為 他會有免疫的一些缺失問題 所以案四十一的部分 比較大的關鍵 大概他多次陪媽媽 所以他有比較多的病毒接觸量 所以他也在很早時間 就拆檢陽性 可是現在比較慢 就是一樣是二十多歲的兒子 他能夠這麼久才養性的話 表示他始終是一個代言狀況 只是他沒有幸運到能夠 能夠陽轉陰 我從你來講喔 我們今天的一個病毒的培養 初期病毒量少 這怎麼做都是陰性 可是一旦病毒的部分 他沒有辦法被自己的免疫力所控制 免疫力無法控制的話 他到後來三月九號出現咳嗽症狀 被確診的陽性 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他本來就接觸一個高病毒源的 一個感染源 所以高病毒感染源 他可能譬如說飛沫或是細菌無微粒 就可以傳染的情況下 他附著在鼻腔深處 是附著在口腔深處 所以這個部分 由於他可能缺乏一些足夠的免疫力 這些免疫力使得病毒的部分 是低量存在 但是只要他一旦他的免疫突破 他的平衡點 後面被驗出來 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注意到他是一個咳嗽症狀 是 表示出他病毒已經從鼻腔 慢慢把咽喉出現 破壞了咽喉連末 造成他咳嗽的一個頻率 跟敏感度會增加 所以從四十六跟四十一 告訴我們就是說 搞不好還是要去回復到 自己免疫力的一個維持 內在免疫力 組織免疫力 以及環境免疫力 這三個可能是四一四一個人討論的 因為同樣三六三七三八 這些護理人員 雖然也得到這個病毒的一個帶緣 但我相信應該有一些健康的一些同事 有接觸到他們 可是他們並沒有帶緣 所以告訴我們說 四一四六三六三七三八 這幾個年輕的一個情況 告訴我們就是說 面對這個未知的新興病毒的一些問題 我們還是要注意好個人的防護 是 一定要去注意的就是說 我是不是常常會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狀 我是不是容易常常覺得口乾 這部分會需要在檢疫的過程中 在隔離的過程中 去注意自身內在所產生的這些警訊 那周醫師我這樣問 應該蠻多人會蠻討厭我的是說 如果我們再看這個時間的話 我們用最壞的狀況來推估 如果他是二月十四號被傳染的 三月十號確診 也就是中間已經遠遠超過兩個禮拜 我看起來二月二十四號應該就帶緣了 因為他 他 他姐姐 換句話說 我們十四天的檢疫隔離夠嗎 我們現在對所有有旅遊史接觸史的 我們是做十四天的檢疫隔離 十四天夠嗎 如果引用最近在赤裸針雜誌所發表的最新論文 他是蒐集一百九十一個病患 其中有五四個病人是 是屬於交換病房 他是一個存活者 一百三十七個是死亡者 他裡面去針對所謂一個病毒 他的一個存留期 每兩天去做一次病毒的篩檢 最常可以到三十七天驗出病毒 所以就是說其實病毒 是不是真的如同我們所預期 十四天就會被消失 其實並沒有 因為這些持續做病毒的檢驗 發現平均時間是二十二天 所以就是說 只要病人帶來病毒 有可能在二十二天的過程中 持續從上部系統的驗得到 只是量的一個問題 所以從二十二天來算的話 就會發現其實他二月二四號 叫二十二天就是今天 就是這附近了 所以我看起來的話 他只是一個病毒長得慢 但從頭到尾他無法消滅他 而且現在沒有好的一個抗病毒藥物 所以他只是符合大陸這一篇 他收集到一月三四一號之前 住在兩家醫院的一個案例 充分地告訴我們 病毒其實用十四天來講 可能還是會有偏差 所以還是要很注意這些 所謂居家檢疫的必要性 最好能夠在檢疫的過程中 除了自我保護之外 而且進一步可能要去治療一些 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狀 但是我們不可能 因為我們所有的資源都有限 公共衛生政策的能力也有限 你不可能對所有的人 可能是用三十七天 甚至四十天的標準 那這樣子很多東西 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不過如果你在檢疫 你在隔離 你不要說十四天期滿 你就是足獲重生了 你就死掉了 你就不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你有咳嗽症狀況 可能就是剛剛我們談那個問題 但是我們來談談 第一個我們擔心的是說 這個不管是潛伏期 或者是病毒增生存活的時間 恐怕比我們想像的長之外 中國的疫情是不是真的這麼樂觀 官方的數據呢 說扣除港澳臺之後呢 確診呢 是八萬多個 現存只有一萬六千例 那湖北的武漢新增十三例 其他除了湖北之外 沒有任何新增 沒那麼拚 已經 其他省市共新增十一例 我說湖北省 其他各區沒有新增 那武漢的方艙醫院全部都修艙了 二月三號開始十六個方艙醫院 是收治一萬兩千個輕症 可是三月十一號下午之後呢 通通就轉為待命 鍾南山中國的院士呢 他說呢全國狀況已經控制了 三月底之前呢 武漢渴望病例清零 那現在防疫重點呢 除了防自己之外 現在關鍵是要防別人 中國現在開始要防別人 所以之前看到他也封了韓國 現在也要封了日本等等的 那四月底之前 湖北各省市的民眾 恢復正常生活 五月的時候呢 湖北包括武漢 都可以歸到正常生活去運作 我們來看中國的疫情 是不是控制了 假設他控制了 是不是全世界也比較樂觀 我們來看看 中國官方定調疫情趨穩後 國家主席習近平十號 搭機前往武漢視察 第一站就來到專門收治 武漢肺炎患者的火神山醫院 並透過視訊 慰問醫療人員和病患 習近平隨後轉往東湖新城社區 探望遭居家隔離的民眾 也對第一線工作人員 表達感謝 中國衛健委9號指出 單日新增確診人數下滑到19例 比前一天確診少了一半 但還是有19名湖北的患者死亡 國內疫情防控形勢繼續向好 3月9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 首次降至20例以下 湖北除武漢外 已連續5日無新增確診病例 至於武漢的14家方艙醫院 10號也全數修艙 中國疫情看來有緩和的趨勢 不過台大醫師李秉穎認為 中國的數據並不可信 一來是因為病患檢驗需上級何可 二來檢驗試劑明顯不足 所以他質疑真正的確診和死亡人數 一直都被低估 不過現在我們對於整個數據 跟情形會比較謹慎一點 那可能觀眾會說 大概陳欣聰都問到這麼難的題目 是誰要了解 不過說實在我們的觀眾 真的是很有水準 而且很在乎我們提供的資訊 是不是絕對的正確 像我們昨天節目結束之後 就有一位台大醫學系的重量級的教授 寫信給我說 其實昨天講的那些資訊 新加坡的案例 基層現在不是說 新加坡整個從中央到 那個地方的基層診所 都要一起來抗議嗎 但是基層的診所 黃教授說呢 他其實不用採驗 他是透過像是國家的NCID 然後呢在通報之後呢 再進行另外一個專責的基層的採驗單位去做採驗 基層的耳鼻喉科醫師 家庭醫師呢 是不需要去採驗那風險實在太高了 那希望這一部分 可以比較完整的說明清楚 這也表示說 我們其實第一個觀眾有數值 第二個我們節目還算有水準 所以我請告訴你 現在買新的 中國的資料 然後包括說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話 當發源地控制下來 儘管現在躺到外面去 可是很快的 我們也許在五月六月 就比較樂觀 不是嗎 這應該分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他的數據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認為這不是真的 原因就是因為疫情發生 就出他們在手忙腳亂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所有的真的離病的患者 都可以獲得檢驗獲得診斷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發現說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他在蔓延的初期 你會看到很高的死亡率 然後到後來死亡率下降 那這個高後來的死亡率下降 在中國或者在這個武漢地區 難道是因為病毒變比較弱了嗎 難道醫師變比較厲害了嗎 難道真的有效的藥物比較多嗎 其實應該不是 而是說在初期的時候 他們已經錯誤的 沒有辦法讓那些人獲得診斷 所以他們只看得到重症的患者 已經很明顯的症狀的患者 他才被檢驗 所以看第一期的死亡率 比較像是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所以他們的第一篇報告會說 哇 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五耶 可是到後來就發現 沒有耶 怎麼修正之後死亡率高 變成在百分之有些一 有些三點多這樣 原因就是真正的其他的輕症患者 在擴大檢驗之後也浮現出來 是 所以可以說 第一個至少初期的這些 有多少人沒有被確診 我們並不知道 那同理可證 就算他擴大了他的檢驗能量 大家都知道現在即便檢驗能量最強大 應該算是韓國 韓國最高的時候 他一天甚至可以檢驗到萬例 那這樣的情況 在中國有同樣做嗎 我相信沒有 所以我們只能說 他是有檢驗的案例 或者說他們後來曾經一度 用所謂的臨床確診的判斷 來看是有這些人 實際的案例 絕對遠高於此 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時曾經有一個外國的公衛學家 他在推估的時候 他說他認為在武漢整個地區 他的感染的人數 應該是武漢的百分之二十 就是有五分之一的武漢人 應該是接受感染 或你可以如果用這個案例 你來推估 其實你就發現公主號 郵輪的感染人數 就很明顯 因為公主號郵輪 在那樣的狀態下 很像武漢 當時的武漢 被關起來互相傳播 沒有幹嘛 你發現公主號郵輪的感染 也大約是五分之一左右 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這個疾病告訴我們 如果你完全沒有任何有效的介入 你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用比較快速的篩檢或檢驗的方式 把他分流 讓輕症的隔離 讓中症的獲得治療 他就是大概有這麼多人 至少這麼多人會感染 是 那可是我們就是說 放大到中國 中國的其他地方 有做這麼有效的分流措施嗎 沒有 他們真的做了嗎 還是他們現在只是管制的移動 就是大家都不要動 不要動 你不會碰到我 我不會碰到你 反正好 那我們現在再移動之後 真的就沒事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還是值得觀察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 現在網路上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那個視頻 他是有一個數學的專家 他用數學的指數方法 在告訴大家說 究竟這個病毒會怎麼走 他計算的是中國以外的地方 中國以外地方的病例人數 他用數學模式來推估 他用最簡單的說 其實病毒就是最符合 所謂的數學的指數模式 就是你一個會傳兩個兩個會傳四個 是 然後他就用前一天世界的新增人數 跟今天的世界新增人數 然後開始比 就估算說大約啊 每一天的新增人數會比前一天 假設我們什麼都不做 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我們沒有多的介入 大概是一點一五 就是說昨天如果是一千個 今天就是一點一五 再乘一千就是新增 然後他就去推估 假設這樣繼續下去 什麼事大家都不做 不認真洗手 不隔離 不檢驗幹嘛 這樣子是每十六天會加十倍 所以你現在看到有些覺得 還好嘛 現在六十四個 有可能他一個月後 什麼事都不做 他就會增加一百倍 所以他就說 假設大家都不認真做 就大家就是跟部分的國家說 這個疾病不會就是一個流感嗎 我們就把它當流感來看 他的問題就會在於 當這個病患的人數大幅增加 到五月底 可能全球上一人的時候 所有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會崩潰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 所有所有的措施 都只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避免變成義大利跟武漢 因為我們要慢 拉慢他 拉慢他最有效的方法 你知道他說那個 那個係數很簡單 其實就兩個參數 你想想 我要怎麼樣拖慢這個病毒 擴散的速度 因為他的方法是一 病毒要遇得到人嘛 所以第一 病毒有機會在社區中 社群中帶著病的人 會去碰到多少健康的人 所以隔離措施有沒有效 是 第二個就是說 就算我碰到健康的人 這個健康的人 會不會生病呢 不一定他會不會有感染的原因 他的個人衛生習慣不好 或者是呢 他可能是一個容易感染的人 個人衛生習慣不好 所以你要洗手啊 你要戴口罩 你不要亂摸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事 我們還做的這個事 所以臺灣才會這麼找 那我用一個最不得體的比喻 好像放棚來 我們去借高利貸 是 你如果最好是不要借 你就不會欠錢 對 你如果真的借呢 你的策略就是趕快還 對 有什麼錢趕快還 你如果想說 沒關係啊 不要行啊 過了幾天之後 可能本來十萬變兩百萬 再過一陣子 你就要說 這個就是放棚來 這病毒的概念 不過我來請教一下 院長跟周醫師 我會有很多很多疑問 譬如說 我們那時候印象很深 鑽石公主號下了基隆 一兩千個人以上 沒事 威斯特丹號到高雄 也是一兩千人以上 沒事 鑽石公主在船上 搞到那麼多人確診 同樣道理呢 你看那個剛剛我們談的那個 三十四案 搞到八九個人確診 可是同樣的 在其他地方 好像又沒什麼事 同樣的病毒 在武漢死亡率是這樣 到義大利死亡率 變成八五點多 在臺灣呢 我們現在四十八個案子 一個人死亡 然後我們來看看 美國現在疫情很慘 卻超過一千了 不要想說美國人 那麼多才一千 不是他可能還剛開始 一千個確診 而且是不是 只有一千個確診 這恐怕 他只驗了六千多個人 三十一個死 你如果用這個比例 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三 可是顯然這個數字 不是那麼的精準 那已經有十三個州警主席狀態 那包括他們的那個國家 過敏的傳染病研究主任 他都講說前景是很不樂觀的 這是一個重要數據 我來看看另外一個 中國大陸的重要學者 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些 學術研究 就是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副院長 曹冰等十九位專家 發表在全球的醫學期刊 講說呢 他們比較能瞭解 為什麼有些人會死 第一個 他們去從武漢金銀潭醫院 跟武漢肺科醫院 這一百一十九十一個重症病例 其中一百三十七個人可以出院 但是死了五十四個 而這裡面呢 死掉的人 平均歲數是六十九歲 活下來 平均歲數是五十二歲 年紀是一個極大的關鍵 那這些人呢 有基礎疾病的呢 有九十一例 有高血壓的有五十八例 糖尿病有三十六例 冠心病的有十五例 換句話說他原本的身體狀況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他們去推出來 為什麼會死 第一個年紀大 第二個在住院之前呢 SOFA就是器官衰竭評估呢 分數越高的人 越容易死 或者是說血栓的標誌物呢 大於一公升一微克的呢 這三種因素是極為關鍵的 然後他們去推一個重要的一個發現 新冠病毒中衛 中衛員的排毒時間 就是他病毒在人裡面會活多久了 平均二十天 最少呢八天 八天可能就是我們免疫系統把他打死 然後但是呢 可能最長要三十七天把他打死 甚至呢 人死了之後 身體上都還有病毒 我先請教一下院長 為什麼有些人不會死 有些人就馬上死掉 有些國家呢死亡率那麼高 傳染力那麼強 有些看起來就還好 然後呢有些傳播力跟死亡率呢 都標得很高 那有些人看起來沒事 為什麼 第一個是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就是說 像他裡面所說的 你年紀越大 當然你的毛病越多 尤其是中國很多人是很愛吸煙嘛 尤其是老人家老男性最愛吸煙 吸煙久了以後 心肺功能就比較差 那支氣管的鮮毛也比較功能比較差 等等美麗的影響 再加上如果他有糖尿病 那抵抗力就更差 或是心臟跟腎臟功能差的話 那當然這個死亡的危險 就相對的高很多 這是人的因素 臨癮跟疾病 其實另外一個最主要因素是機構的因素 也就是說 你這個醫療人員的醫療水準好不好 假設你的病床夠隔離夠 支持性療法技術好 預防性讓他死亡或是感染 死亡率也會大幅下降 那這個從武漢可以看出來 從義大利可以看出來 因為你的醫療院所的能量不夠 然後水準也沒有那麼高 那相對而言 那個死亡率就會比較大 瞭解 一個是個人的因素 一個是整個國家政府的公共衛生條件 環境的問題 我再請教一下周醫師 你如何理解為什麼 致死關鍵 如果我們從整個病理 或是人體的免疫系統 來解釋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一樣 這篇文章 他其實他的關鍵點 是提到病毒本身不是直接致死 而是透過其他的一些 血球的一個發炎 譬如說這個淋巴球下降 這也是一個致死因子 至於低的二具體 他所講的就是血管的內皮細胞損傷 內皮細胞損傷 其實很容易在本來就高血壓控制不好 本來就血糖過高也就是糖尿病 以及本來就是冠狀動脈的一些病患 所以其實這篇文章裡面 只是告訴我們 這個病毒是提醒我們 要照顧好自己 同樣是高血壓 你控制好的話 你的內皮細胞損傷不厲害 就不會很快因為產生血栓 造成一些所謂寧血因子的因子 而產生二具體 所以他只是提醒我們 自己要照顧好自己 維持最好的身體狀況 其實這篇文章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我們都認為今天新冠病毒會造成呼吸衰竭 可是在這篇裡面 他針對出院的一百三十七例的一個分析 他發現雖然他們有百分之七的病人 會需要進入交流病房 由於他產生了一個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 可是他們都能夠全身而退 這也是給我們一些希望就是說 或許我們在面對這些新冠病毒 常常的一個共同死因 是一個呼吸衰竭的情況下的話 看起來還是有些病患能夠在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 整個肺部都白掉的情況下 能夠恢復 所以他告訴我們 如果能夠控制好病毒 不要引起全身性的一些炎症變化 不要造成血栓 不要造成二具體增加的話 透過一些有效的治療法 病患還是有機會全身而退 這篇文章裡面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把可能會很難恢復的 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都拿來討論的話 我覺得這一篇還是讓我們看到一些希望跟曙光 不過除了所謂的整個醫療資源體系 或者是公共衛生環境之外 我們如果回到人 理論上臺灣人 中國人 美國人 義大利人 人是一樣的 免疫系統應該是一樣的 對 所以假如說今天在臺灣是一個醫師 能夠照顧一個新冠病毒的重症病患 跟武漢是一個醫師照顧二十個重症病患 跟義大利是一個匈牙科醫師照顧二十個到三十個的話 這個照顧的品質就可想而知 所以我們會看到 由於目前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呼吸衰竭 沒有很好的一個治療方法 所以在一些相關的社群媒體 都看到義大利的一些重症的病患 他是採取撫臥式的方法 去改善他的養和跟血流的這個部分 那只是說我們目前的概念 病毒一旦造成呼吸衰竭 由於他的一個肺泡裡面 根本就充滿了病毒 所以再去更換什麼樣的一個姿勢 去改變呼吸器的一個效果 可能幫忙都有限 所以義大利跟武漢給我們的一個借鏡 就是越早介入治療越好 不要像目前韓國 不是有些病患居家檢疫 想要去醫院進不去 所以等到真正傳到受不了 去看醫生的時候 常常病毒已經都塞滿了肺部 所以武漢跟義大利 義大利現在所面臨的 也就是武漢的初期的一個窘境 就是病人想要到醫院進不去 然後都在外面一直用氧氣硬撐 然後等到真正使用呼吸器的時候 又用得太晚 可是他們卻佔據了大量的呼吸器的使用 所以一般民眾 包括我們對於所謂的免疫系統 跟病毒攻擊的理解 其實是不精準的 也就是說我們都說病毒是 我們沒有辦法去直接治療 所以我們只能用支援支持療法 但可是我們如果越早進行的支援療法 那麼病毒資深的比例跟威脅就會越少 我們存活機率就越高 可以這麼說 因為大部分的人 第一次遇到這個新冠病毒 不可能產生抗體 那不可能產生抗體的話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的先天免疫有多少的成分 能夠讓病毒的複製速度能夠減緩 也就是說我如果去保護好的表皮細胞 因為這些RNA病毒 它是有缺陷的一個有機體 它不可能在沒有正常細胞的存在下 進行複製 所以我們會注意到免疫力 其實是一個非常空泛的詞 免疫力可能代表就是說 我的內在淋巴球這些 也可能代表外在的環境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說這些免疫力 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盡量保護好自己 這時候他的病毒 第一次接觸到或許沒有抗體 但他不會造成後續的全身性損傷 這就可以了 講最白的 你有疑似症狀趕快就醫 對 答對 就是這樣 就能活下來 謝謝 陳氏還在睡夢之中 而這些人的一天 卻已經提前開始了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他們幫助很多的家庭 他們幫我們蓋著房子 我們再去回歸別人 一句喉嚨喉嚨 正是台灣寶島行山義工團的 信念和初心 周三晚間九點 公視頻道 這樣可以嗎 我們還在台北 對 那個GOOF你要抓住 我哪有這裡 原來是這種舞 我陪你嗎 也就是我的精神兩妖 越來越會說話 天啊 餐車環到 其實就是你開了一圈台灣的眼睛 你瘋掉 認真給他環一圈的眼睛 好 走吧 謝謝大家 台北好水解密 讓我們一起 飲水 撕源頭 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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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祖父 在這個世界上生了 我們究竟從何而來 考古學家的無限想像 揭開人類誕生的秘密 日本NHK與公視合作的史詩紀錄片 最新科學研究與視覺特效 一起踏上 人類野化的冒險旅程 史詩般的黃石公園 生命力的悸動 狼族與灰熊的回歸 改變了黃石公園的大地生態 成為黃石公園生態恢復的英雄 成為黃石公園生態恢復的英雄 3月14號周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家在黃石公園 就在公共電視 中文字幕提供